天一亮他就和兄弟姐妹一起来到了碎石场 母亲会先花两欧买一堆大石头 然后带着他们在太阳底下敲一整天 等到石头敲的足够碎 大一点的孩子就负责搬运到收碎石的地方 那里站着一个浑身珠光宝气的妇人 她会仔细检查碎石的大小是否合格 然后付出比原料略高一点的价格买下他们 在全家人辛苦一天后 他们一共能赚到1.5欧 约合人民币11元 也许你会觉得这份收入低的不可思议 但这就是当地大多数人的生存现状 这里就是利比里亚共和国 一个由美国黑奴建立的国家 经济政治制度完全照搬美国 在独立了160余年后 它成为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 这个正在搬运行里的男人叫做法纳兹 他是一名长途出租车司机 在就业困难的利比里亚 这无疑是一份不错的工作 法纳兹一边让乘客坐上他超载的皮卡 一边向周围人吹嘘他的车子有多棒 这辆车经过他的改装 即使在行驶途中把钥匙拔下来 也不会发生任何故障 他对于这个功能十分满意 没多久法纳兹路过一片树林 他一边开车一边祈祷不要遇到劫道的土匪 他们往往全副武装 抢完钱财后就马上钻进树林 偶尔还会闹出人命 这类案件一旦发生 当事人只能自认倒霉 因为政府也抓不到他们 路过加油站时 法纳兹停车加油 这里的油价从不定价 一升多少钱完全由讨价还价决定 法纳兹买了20升 拿出漏斗开始往油箱里灌油 可还没等油箱加满 加油站的人就说他已经灌了25升进去 需要额外付5升的钱 法纳兹坚持认为自己还没有灌购20升 僵持许久之后 加油站的人看法纳兹不好对付 才给他灌购了20升 在利比里亚像法纳兹这样的经历 并不算稀奇 比他还雄的更是大偶人哉 因为寄件中需要大量碎石做混凝土 而利比里亚境内又没有正规的碎石场 所以人工碎石成了很多贫苦家庭的谋生手段 在这种简陋的碎石场上 最多的工人就是10岁以下的孩子 一家七八个孩子在太阳底下劳动一天 所得到的酬劳却只有人民币十几块钱 在跑出到生活费用之后 剩下的钱根本不够送他们上学 一代穷不可怕 可怕的是没钱发展教育 就只能代代愚媚 代代贫穷 在利比里亚的夏季 连下几天的暴雨非常常见 灾难并没有因为贫穷而放过这个国家 每到下暴雨的时候 河流两岸的村庄便会被水淹没 居民只能绝望地待在家里 心疼自己又损失了一天的收入 每到这种时候 河流岸边就会出现这样一群人 他们会想方设法说服过河的行人 接受自己的帮助 然后收取一定的报酬 一般他们定价不会太高 害怕被水冲走的行人 会选择花钱买一份平安 而他们帮忙的方法也很简单 那就是人多力量大 用人数来抵抗水流的冲力 大雨结束之后 这些人中的领头者 会把收获分给小弟们 往往是小弟一人拿几毛钱 他自己拿走大头 除了这些非正式的营生之外 利比里亚的人想要赚钱 就只能给周围的跨国公司打工 在当地有一座棕榈种植园 很多利比里亚的人选择去做劳工 以赚取微薄的收入 每天早上天还没亮时 一辆拖拉机会来接这些工人去上班 这是他们唯一的交通工具 还没等拖拉机停稳 工人们就一拥而上 车斗里的位置是有限的 如果没挤上去 这一天就只能算做矿工 而一个月里矿工两天 却会被种植园辞退 拖拉机慢慢悠悠地向种植园开去 半路上一条泥泞的道路被两两皮卡堵住 在挖掘区的协助下才成功疏通 可就是这样的一个小插曲 让赶着去种植园上班的工人们集体迟到 能不能拿到这一天的工钱 成了一个未知数 其实在利比里亚这样的国家 勤劳与懒惰并不是决定贫富的关键因素 一个国家国力衰退 就无法为人民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 无法保护人民 不受外来资本剥削 长此以往就只能恶性循环 钱却是赚到了 可没有一分一毛属于老百姓 今天当我们站在旁观者的角度 审视利比里亚的贫穷时 千万不能忘记 我们也曾有过这样一段 任人欺凌的时光 落后就要挨打 这是永恒不变的真理 好啦 今天就说到这儿 我是